請顧部長 請部長一些 部長您上任以後 其實有放寬了很多的一些 對於我們國軍的一些管制 還有包括管理訓練等等 不過我們剛剛看到一則消息 就是有一個海軍的上兵 他跳船說不想當兵了 這個新聞部長不曉得看到了沒 海軍有跟我報告了 那他 目前掌握的狀況是怎麼樣 已經 他自己由上岸了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今天這個應該算是志願意的 因為義務役才剛第一天不可能 所以以志願意 他過去其實應該也接受過訓練 那發生這樣的事情 有沒有初步掌握是什麼樣的問題 報委員 他是108年上傳到現在將近快4年7個月到8個月 那我們也積極地輔導他 那他其實平常表現的部分都還算正常 但是有一些個人的一個小問題 那我們單位也積極地輔導他 那最近的話 目前的實際狀況我們要再看的 已經跟他做浮訪 可能對他的未來的繼續服役 他有一些需要在跟家裡面跟單位在做狗狗 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因為他是比較近 還可以有回來 那如果發生在其他的狀況底下 是不是又會有造成很多 智商啦或者什麼其他的狀況 這個部分盡速可以 有沒有可能是刻意為之 這是他個人的因素就是 對應該是個人因素有關於未來服役 跟他跟家裡面的這個互動這個部分 那後面要實際上要跟 詳細再跟他做 輔導的確切 已經4年多 然後他說他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希望透過新福 那接下來我們請教部長 因為部長我們最近在您說不用回報 或者像刺槍樹啊其他的這些部分 都放寬以後 那如果不要回報發生重大問題的時候 還要不要連坐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我們讓官兵能夠 能夠掌握他自己的自律 這個是比較重要 對所以要不要連坐 因為過去是因為長官就是怕說 你有時候你在外面發生了什麼樣的狀況 那上面的可能還要接受懲處 那既然你要放寬 然後他又不需要回報 那這個部分需不需要一併的考量 因為他如果在外面都必須自律 然後自己去做決定的時候 也沒有人管他發生問題 或者發生重大案件的時候 那要不要連坐 因為在外面發生 部長有沒有一併的考量 因為當你在放鬆這個的時候 不是我個人不贊成這樣子的一種連坐的方式 我想是不是特別欠 所以連坐還是會 委員好 我是連儀次長 跟委員報告 我們整個休假在著重自主的管理 就是提出來 就是說當你在修正一個管理的方式 或者政策的時候你應該要一併的考量 我們先叫的我們就不會做連坐相關的處分 那接下來他就是自主管理的部分 以上報告 好 就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他都是有一併的一些考量 因為我們 部長 因為我們現在還是有刺刀啦 那你刺刀術你不訓練 那總是像其他國外 其實他還有一些戰鬥 一些相關的 比較先進的 跟委員報告 我一再地強調傳統的刺槍術 跟近戰的格鬥 這兩個是不同的 也就是說我們要去除的是 表演性質的刺槍術 那現在的包括槍械 包括身上所配的刺刀 包括隨手可得的任何的武器 包括跟他進行搏擊 這個都屬於近戰格鬥的項目 好 沒有關係 這個不如我們都要維持住 還是會維持嗎 因為其實大家聽到部長說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說 只講了前半段後半段沒了 不然還以為刺刀要拿來小水果 因為我一直一直在強調說 你傳統的刺槍術就在那邊 這個我們都當過兵 我們都知道傳統的這個 好 那就這個部分 我們當然還是希望 他還是要有一個完整的 因為畢竟我們現在整個政策 還有現在國家的大環境 其實是有風險的 我們怎麼樣加強或者更嚴謹 因為你又把法令又限縮得更嚴重 可是好像在管理或者 或其他的訓練又更鬆散 就是一個實戰化 具有實用性的訓練 我們贊成 與時俱進 好 那接下來我想要請教部長 因為剛剛有特別提到 而且在今天的報告裡面 有說我們在對美採購的 武器裝備上面 延宕的只有三案 可是這個跟我們所理解的 其實是非常有嚴重的一個差距 因為去年四月 蔡前總統在接見美國眾議院 外委會主席的時候 第一句話就是說我的武器呢 其實我們所有的延宕 並不是像剛剛講的 說第一封的發架書 因為有很多 包括我們在美國國防新聞週刊 還有華爾街日報的報導裡面 其實都很清楚的寫到 台灣軍方向美國下單 採購的武器裝備 面臨延遲交貨的狀況 這個美方其實他們當時也講過 而且包括AIT的處長 在最後一次在台的 在台灣的記者會也提到 因為我們不管是刺針飛彈 魚叉飛彈 重型魚壘 海馬斯 高機動 多管 火箭系統等等 其實它那時候 高達220億美元 都是延遲的 所以其實大概 如果以目前為止 它應該算時間更長了 你不能因為把它的騎乘往後延 比如說魚叉飛彈 那時候用戰備急需 在編預算的時候 告訴大家說因為我們急需 可是它從5年變成10年 那你10年就變成它沒有延宕的意思嗎 它現在交貨的 那個就沒有延宕的意思嗎 所以美國的國政軍界智庫都承認對台軍售都有延宕 我們希望在國會的時候是給大家更正確的訊息 因為它不只3案 而且我們對美的軍售也不只18案 少說光從預算書翻開至少25案以上 跟委員簡單報告一下 就是說 知會國會的程序完之後 那大家都希望儘快的拿到武器 可是就這方面我們確實是看到它軍售的交貨急診明顯的拉長 所以才所有的這個國會議員或者是媒體跟智庫都會把這種現象視為延宕 但是呢我們最後拿到這個第一版的發架書的時候 它確實就我們原來預期的一件案的整規數是有落差 所以大家都會印象上會覺得說 那它的第一版的發架書 部長因為我們在編預算的時候 它已經把旗程寫出來了 所以我們是按我們自己的預算上面是要去看的 那這個部分對我們來說它就是延宕 比如說你現在說兵凶戰危 很快可能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你從5年延到10年 你從3年延到8年 其實對我們來說都是延宕 而且到目前為止連一個都還沒有到手 所以因為美國也很清楚的講到說 因為俄烏戰爭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它延宕 這個理由其實我們是可以接受 可是對我們來說 對我們的國防安全影響甚聚 這個部分應該要據理力爭 而不是他說什麼就什麼 而且我們在這裡還幫他粉飾說 我們延宕的只有三案 我沒有幫他粉飾 但是委員的指教是對的 我們一定要跟他據理力爭 就是說那個發架書跟他智慧國會 那最後我們整規師的部分 要跟這個發架書的這個期整 不能夠落差太大 這一點我們要 因為我們希望給我們看的報告是正確的 而不是說用其他的方式 然後去做一些轉換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一點點跟主席接一些時間 因為目前正在部長旁邊的這一位 很快應該7月份想要去接綜合院的院長 是不是 媒體已經有報導了 媒體已經有報導了 應該是 為什麼他第二任的任期還有一年半就要把他換掉 跟委員報告 我想我非常非常的肯定張院長的過去的相關的作為跟努力 那現在我想 他還會 我們還會借重他 所以我們會 借重他到 他應該再有的位置 在中科院裡面 這樣不容易在這裡講清楚啦 只是因為我覺得 就是說報告跟你在用人的狀況 還有未來 他還是會被我們所重用 未來其實還有很多 其實我們希望中科院存在的目的還有價值 他還特別給他法人化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是因為他不管是研發人才還有核心技術都可以整合延續 當時我們的飛彈的經驗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我們不希望到時候可能把它弄得跟民間 然後大家沒有辦法緩緩相扣 甚至把很多的人力資源 把很多的人才研發技術全部都把它打散掉了 這個我們以後可能還有時間再來做討論 我高度的期待張院長繼續在中科院幫忙我們 可是你把他擔任院長的職務拿掉啦 沒有他還會有 他還會有一個更高的 我們至少剛剛確認張忠誠還會有工作 好 各位請回謝謝 來接下來敬意尋搭委員 許巧欣委員 許巧欣委員 謝謝